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勇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紛紛擾擾一個星期了以後 外傳民眾黨所要提名的 不分居立委徐春英 這個人昨天站出來開記者會 終於站出來了 只是他對於外界的質疑 這個回應似乎避重就輕 引起了大家很大的質疑 所以這個質疑並沒有因此而適宜 他要求奈慶德拿出 他是共產黨員的證據 我說這是笑話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中國那邊因為你曾經在共產黨的政府做 應該是共產黨員才能夠有的工作的時候 是你要證明 所以這個時候 他竟然把舉證責任反過來要丟給臺灣政府 這怎麼一回事呢 最離譜的是他還要政府教他怎麼放棄中國籍 怎麼放棄中國籍是你中國政府的事 你怎麼問臺灣政府呢 結果面對了記者的提問 他不敢聲援被中共關押的八旗總編覆查這件事情 八旗的總編級覆查被中共關了以後 你竟然連講都不敢講名字提都不敢提 結果昨天晚上媒體又驚爆了徐春英曾經拆散兩岸的婚姻 協助把駕到臺灣的中國配偶騙回去中國 變成鐵念女也就是被拘押自由了被限制自由了 結果現在這個被限制自由的家人 大家想他們會不會支持徐春英呢 當然不會出來講了 不過徐春英今天是全然否認 他強調說如果繼續爆料他會提告 不過什麼叫繼續爆料 單單現在爆了料已經不得了了 那你要提告 那大家就來看提告的結果是什麼 而且他提告的理由說這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喂到底徐春英是多麼的想當立委呢 因為請問他被提名了嗎 而且他是不分區有什麼意圖使人不當選的問題呢 這個法律問題大家也在問 所以背後有什麼特別特別大的一個秘密 每個人心中都在質疑 另外我們要特別來看 藍白河目前似乎繞了一大圈 又回到了原點 國民黨開始展現入戰實力 所以昨天韓國瑜就去南投幫馬文軍站臺 又爆出軍據說他背了一個全國全臺灣最大的一個黑鍋 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個黑鍋是誰讓他背的 還是他自己背上去的呢 韓島的吹票能力真的會奏效嗎 每個人都在問號在質疑 不過柯文哲他說 他參選到現在花不到五千萬 哎呀不像別人 哎呀他覺得總統選總統根本就不用到上百億嘛 不像別人 所以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在罵國民黨嗎 因為花到上百億了 曾經建築報紙的好像就是國民黨吧 所以這兩邊是不是在互罵呢 所以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洗版的廣告 請問柯文哲這些洗版的廣告 你真的都不用錢嗎 五千萬夠嗎 很多人也在問 難道你有神秘的金主 不然這些廣告費用從哪裡來呢 現在有人也在質疑 那柯文哲要不要適宜呢 相關立體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另外說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蔡宇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前新北市市議員李昆誠 昆誠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民進黨前發言人 謝佩芬佩芬 佩芬 雍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的國民黨前中常委 田芳倫 方倫 部長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 余美美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徐春菸 他的爭論一直出來 沒有斷過看個相關報答 沒有想到今天這個人 會出來選立委 這是讓我最不能認同 標榜說是這樣子 幫助陸配新住民 這是最好的案例 我們是最好的案例 痛批正人 沒資格當立委 林先生出面指控的 就是傳出 將被民眾黨列為 不分區名單的 中國籍配偶 徐春英 我老婆 今將逃回來 差點就變成一個 被拆散的家庭 我老婆就變成 台灣版的鐵鏈女 居然徐春英 她本人 在跟我聯繫上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她有勸我老婆 在台灣接受治療 但是從我老婆那邊 手機的訊息是說 要求我老婆 對我提告家暴 她完全是說謊的嫌疑 林先生跟中國籍的 太太趙小姐 兩個人指正立立 當場秀出 跟徐春英的微信對話 林先生說 太太因為腎衰竭 每天得洗腎 沒想到岳父謊騙 太太可以到新疆來換腎 還早上在台灣 擔任新住民發展協會的 李市長徐春英幫忙 徐春英一次跟岳父 聯手把人直接送回中國 甚至還慫恿她 指控先生家暴 另一頭 徐春英在和林先生 聯繫的時候 卻又說岳父是小人 讓林先生痛批徐春英 大碗兩面手法 我岳父是公安體系退下來的 可以跟他聯繫上 我老婆直接這樣子 隔離開來 直接帶走 是一個共犯結構 徐春英有這個資格 也符合法律 但是就在道德的層面來講 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還可以坐在那個 道德的制高點上 說自己幫助了多少路配嗎 在這個時間點 他來報這個料 而且不是事實的這個爆料 把我們當初的愛心 全部當成什麼 還要來被人家利用 還怎麼樣來 我必要的時候 會採取法律手段 他這個就是意圖 意圖使人不當選 徐春英嗆聲要喊告 但他還沒正式列入民眾黨部分區 相關的爭議 卻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徐春英有沒有拆散人家的婚姻呢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媒體報導 教他謊稱被家暴 中沛反中國後遭到監控 徐春英被報拆散兩岸婚姻 我們來看看一名來台多年 需要長期洗腎的中沛 趙小姐爆料說 公安退休的趙父親 這個趙小姐的爸爸為了拆散夫妻倆 及騙取善款 透過管道找上徐春英 徐則要趙女去告發先生家暴 並派人借婦將她送回中國 結果她被父親綁在新疆醫院三個月 身不如死 宛如念鐵念女的一個翻版 最後趁機逃回臺灣得以跟丈夫重聚 妻子被送中 這個寧姓的丈夫她說 徐春英你是共犯結構 那徐春英她說 若趙女認為此事是被利用 那就到此結束 若還要繼續爆料 會採取法律行動 這就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喂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表示是有這件事 只不過徐春英否認而已 有把這個女的送回中國 然後在新疆三個月 那表示是不是有這件事 聽她的講法是有這件事 所以她會說那到此結束 所以呢 我們看看 疑似徐春英與趙女丈夫的對話 我只能告訴你 為什麼在中間有這樣的父親很難過 他的父親是個小人 他們的對話 我們看看 再來看 徐春英稱兩岸非國與國的關係 沒有放棄國籍的問題 立委質疑徐春英說 你認定臺灣是中國一部分 其實有人更問徐春英 那你拿中拿臺灣的護照 拿臺灣的身份證 那是不是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 請你大聲說出來 結果徐春英說 兩岸並非國與國的關係 沒有放棄國籍的問題 所以王定宇說 還有徐春英連名字 都不敢說出來的副查 看起來徐春英是內建中國國安法 非常乖巧的 不敢提中共不喜歡的名字 提醒徐春英啊 那在臺灣聲援任何人不用法律允許 你說的應該是中共的法律吧 所以看看中沛擔任立委 有無國安疑慮 國安局說 若接受中共資金 益助的話 一眾法辦 所以很明顯的問題是相當多 不過徐春英他否認說他沒有拆散人家的婚姻 擋動怎麼來看 對徐春英現在涉嫌做類似人蛇集團的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呢 這個中沛這個趙小姐跟他的丈夫林先生是臺灣人嘛 然後呢 徐春英就去遊說他們說你們就假裝吵架 然後叫這個中沛說呢因為他跟這個丈夫感情不好 然後想要去回中國 然後他接受的話他回中國過程當中 還派兩個女的 一個負責開車 一個等於就是變相押送他 一到中國之後 馬上把這個趙小姐的這個行李 還有病例都給扣起來 接下來呢 趙小姐的爸爸原本是公安 然後竟然就在網路上面開始在募款 募款其實也沒什麼 你沒錢要醫療費用給募款 募到的款項完全沒有用在醫療 都被呢這個就成為這個趙小姐的這個爸爸給拿去用了 那也就是說趙小姐他就被關在床上面 綁在上面三個月 然後就生不如死 過得非常地痛苦 沒有說到妥善醫療照顧 好最大的重點來了 這一位徐春英 他現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知道因為剛剛念到這個對話 就是林先生跟這個徐春英的對話 他在講是說什麼 他的父親是個小人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也知道是說呢 這個爸爸 這個宗沛的這個爸爸 拿了拿他的名義去募款 卻沒有去做醫療 徐春英知道卻沒有後續的拯救行動 所以整件事情就非常離奇 你一開始非常的積極 給這宗沛做統整艙 派兩個人去送他等等 後來發現說這個父親是壞人 他沒有在救女兒 他根本就是拿女兒來去騙錢而已 他就說沒他的事情 就當他沒他的事 前後不一所以他懷疑說這是不是一個共犯結構共犯集團 而且因為這位林先生 他有去他們這個群組反應叫愛心護送群 所以這很可能就是一個集團式的一個犯罪 也就是他不是單一事件 很多類似案件只要哪裡是說這個有中配的家屬 或是中國官方要把他叫回來 這個徐春英就配合這樣的一個集團在裡面 就用騙的方式把他們騙過去中國 在這個方式進行醫療上面的一個勒索 甚至把一些不當言論的人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把他送回去 過程中似乎還有圖利 因為這位中配的這個父親還有給負責附送的人六千塊錢人民幣 那六千塊哪來的 就是用這個募款騙來了嘛 所以說這個一個非常的這個詭譎的人倫悲劇 背後其實是徐春英長期涉入一個類似人蛇疾傳 這個犯罪行動 我覺得他如果這麼想當立委 應該要把中間的一點一一的說清楚 所以看到假如是真的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的中配在臺灣 臺灣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連總統你都可以批評 不要說部長不要說院長 你總統都可以批評 沒事 可是你如果敢在臺灣批評 中國的總統習近平的話 他們的國家主席的話 如果用這種方式把你騙回去 然後再神之以中國的法律 你覺得可不可怕 我們再來看 如果徐春英有這麼大的爭議 那請問柯文哲是不是要切割了呢 柯文哲似乎要切割 所以我們來看 柯文哲稱是海選投薦者 他說不認識徐春英 結果徐春英說不算啦 我不是海選的啦 前民眾黨秘書長謝立功回應說 徐春英是他引誡給柯文哲 去年底今年初與陸配相關的參會場合 他介紹徐春英給柯文哲認識 所以顯然的柯文哲是認識他 徐春英在十一月五號回應 昨天回應說跟柯文哲見過面見面 是在二零一八年柯擔任台北市長任內就見面 他們配合台北市政府的一場原遊會 柯文哲說不認識 現在好人家講出來 人家跟你見過很多次面 好再看 揭露了徐春英統戰的小夥伴 無心帶說柯處董的名單嗎 我們來看看 中華兩岸婚姻協會促進會的會長鍾錦明 這個是牛村盧 大家知道了 徐春英還有一個劉茜 所以他怎麼講 二零一七年代團貴州考察 有審台辦聯絡處政府處長統戰部相關負責人陪同 並登上中國台灣網當統戰的樣板 無心帶把它揭露出來 二零一九年在台灣接待貴州審台聯會長等等的官員 幫宣傳會台三十億項措施 你看都是他們做的 所以我們看看 再看一下這牛村盧是誰 現為國民黨全國黨代表 二零二零年時列國民黨不分區 那這個人呢 鍾錦明促進會的會長 十一月一號接受環球時報採訪 怎麼講 指民進黨組黨中配參政權 稱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所以太清楚了 還呼籲讓小明回家的就是這些人 包括這個統統在內 所以顯然的無心帶把這個也更是揭穿了 所以一雲怎麼來看 我想這一次柯文哲去提名 打算提名徐春英當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事實上可以看出說 基本上在於現階段的這個法律 確實是有一些漏洞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未來應該要去檢討 就是說兩岸人民的關係條例 是有規定說你放棄了國籍之後 你十年 你規劃臺灣十年之後可以當被參選人 但是你被參選人後 你縱使當選 你要任職的話 你還是要依據國籍法 以及這一個公務人員的一個任用法 那我們知道縱使是民意代表 他還是廣義的一個公務人員 所以你依國籍法 就是說你不能有雙重國籍 你才能夠去做 做任職 你還能去宣誓啊 就職啊 所以你也是要有放棄國籍這件事情 那現在徐春英 他一直在爭議的就是說 我就沒辦法放棄國籍 因為我還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那這個當然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中國他就不同意 放棄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就只有臺灣是不可以的 這是中國的問題 而不是臺灣這邊的問題 所以臺灣也是為了 當時是為了這一些 中國籍的配偶去考量 然後說他們如果想要嫁來臺灣 然後規劃為臺灣 規劃為臺灣人的話 你只要註銷你的戶籍 那我們就同意讓他規劃 但是沒有改變他 同時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以及他規劃後享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件事沒有被改變 所以他還是視雙重國籍的身份 所以你既然你是中國籍的配偶 然後你雙重國籍的話 你基於國籍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縱使你當選了 你就沒辦法宣誓就職 你就沒辦法去擔任這個職務 這是說現在法律上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確實說好 如果要把他再規定更清楚一點 我覺得未來是可以在部分的修法 讓這些情勢把它規定更清楚 但是我們從這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一個立法 當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並不是民進黨立的 他是從李登輝總統的時代 大概就已經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草案 而且他是延續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來的 所以他的精神基本上也是一個防止 防止中國籍的人大量來來臺灣參選 所以他是開放 我可以讓你擁有來規劃臺灣的一個權利 不代表說我可以同意你是中國籍 你又來臺灣去參選公職 這個在當時的立法設計上 就有這樣的一個隱藏目的 但是現在比較可惡的是說 這一群人包括現在支持柯文哲 以及柯文哲自己要講清楚 當他提名徐春英當作部分區的時候 你對這些背後法律的一個狀況 我相信他們一定有研究 但是他們刻意要用這樣法律上的高度的矛盾 你其爭議的話 來凸顯好像柯文哲是支持這些中國籍配偶 然後迎合柯文哲可以拿到 這一些中國籍配偶的選票 而且這個選票在臺灣是一個不小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柯文哲真的很可惡 那你既然你已經大量消費了這些人了 那你現在柯文哲想要收手 那問題是他收得了手嗎 這些人會因為柯文哲你收手 所以看到了這法律問題 我們的蔡毅宇 蔡律師也解釋給大家聽了 不過問題在於說 徐春英統戰小夥伴 一起跟他開記者會的這些人 通通是觸統的人 然後呢 問題在於什麼 在於這個徐春英拆散兩岸婚姻 然後再來藍綠部分軍名單 在十一月中要出爐了 各估有十二席為安全名單 那看看民進黨 民進黨的安全名單 傳說有瑞莎 他是烏克蘭是我們韻綠體操的教練 他對臺灣貢獻非常大 不過很可惜他資格不服 因為他未規劃滿十年 他已經規劃了 也放棄了烏克蘭的國籍 變成臺灣人 可是因為沒有滿十年不能服公子 另外我們的網球一哥 我們的盧彥勳 還有呢 我們通靈少女的原型劉伯軍 大家看到了 所以蔡世英說 瑞莎絕對沒有雙重國籍 事實上他放棄了烏克蘭國籍 他只有臺灣國籍 沒有也沒有中國籍 這個不一樣喔 大家要看清楚了以後 那國民黨的部分區呢 為了要爭立院的龍頭 聽說要提名韓國瑜 提名王金平來列部分區 那許曉信說 可以帶動國民黨的選情 真的嗎 大家在問會不會太老派了 年輕人會買單嗎 再看看他們的部分區名單 第一個有可能是陳昭之安全名單 再來黃國昌 大家知道 還有黃珊珊 另外聽說還有林國成 前大佩師師議員還有張祁凱 還有醫界與法界背景的學者嗎 大家都在問 所以從這裡來講 妹妹 怎麼來看這個徐春瑩的爭議 還有現在部分區名單可能會出來 我先講 柯文哲說他本來不認識徐春瑩 那我請問一下 柯文哲你為什麼 甘冒天下之大不會 你去提名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那這背後是什麼 是徐春瑩後面有多大的老大 所以你非得提名他不可 我認為柯文哲提名他除了著眼於中配的票以外 是不是在跟北京交心 是不是要爭著跟北京講 我比國民黨還敢 以後我就當你北京在台灣的代理人 他在爭奪代理人的位置 他還要再拿深藍的選票 我認為是他的估算 但是罪惡的邪惡的是在哪裡 我們歡迎陸佩來 我們也把他當作是新住民 我們都是一家人 生命共同體 我們只要求的一點是說 你不能有雙重國籍 這是法律的最低規範 我請問一下瑞莎 這個在國慶日為台灣發聲的 這個瑞莎放棄了烏克蘭籍 中華民國國籍 帶著我們的小朋友出國比賽體操 拿到很高的榮耀 不斷地為台灣發聲 相較之下 好吧 你郭台銘選擇的賴佩霞 提出了放棄美國籍的任命 到今天請問一下 你徐春英提得出來嗎 詭畢一大堆 你憑什麼 你有中國籍 你要拿到我們的身份證 你要違背法律規定 我更不要再說 你之前剛剛用狗已經講了一大堆 你的統戰小夥伴們 你怎麼那麼有本事啊 你可以在台灣 大家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他可以在台灣的立法院開公聽會耶 開口閉口我們的憲法耶 講我們的政治 可是他去中國沒有事情耶 還有這種呃台辦各級台辦來熱烈歡迎 他跟共產黨是什麼關係 今天覆查是多麼低調在台灣過日子 回去放棄戶籍 人三月失蹤到現在 你徐春英可以在我們的立法院 是中國不承認的國會 貪而皇之介入政治 你徐春英背後面的背景有多硬 所以柯文哲非得要挺你嗎 挺到挺不下去 民調一直掉了 再像渣男的本性就出來了 來徐春英你自己來面對 多麼不負責任 這個就是他們提名的不分區人選 再看柯文哲有多取巧 這個人第一個 他提名誰 陳昭之 想騙誰 想分化綠營的嘛 拿貶迷的票嘛 對不對 黃國昌為什麼 把池袋力量養套殺嘛 把你黃國昌納入旗下嘛 他做的事情 最後我講一點 為什麼余北辰要投給賴清德 只因為賴清德一句話 說余將軍我請教你如何團結台灣 余北辰說他心裡本來想 如果賴清德問他的第一句話是說 如何來挖國民黨的票 他掉頭就走 他沒有想到賴清德說如何團結台灣 他說這票我投給賴清德 但是柯文哲在幹什麼 我們歡迎陸佩 我們只是要求不要有雙重國籍 他可以把他扭曲成 不能有雙重國籍參選公職 懷疑他過去一些言論 還有他的統戰背景 柯文哲可以把他扭曲成說 我們民進黨對所有的陸佩 都是這樣抹紅看待 徐春英也是一樣 他在幹嘛 他在分化台灣嘛 賴清德在團結台灣 柯文哲在分化台灣 一個為臺灣 一個為自己嘛 那所有的名單都是在分化 都在切割嘛 臺灣需要一個分化 臺灣的人嗎 臺灣需要一個 真正來當中共代理人的政黨嗎 臺灣需要一個 不管如何 他就是要推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中配 扭曲這一切的人 這樣的政黨嗎 而最重要的是 這樣的柯文哲 還想蹭藍營的聲量 然後再做密室分章 臺灣需要這一切嗎 所以配分 所以看到了這個徐春英 竟然拆散了兩岸的婚姻 把同為中配的人 幫助這個人的爸爸 把他騙回去中國 然後變成鐵鏈女 三個月關了 然後呢 還騙善管 人家是這樣指控 雖然徐春英否認 不過大家對他的否認 你怎麼否認得這麼好像有點 沒有理直氣壯很心虛 為什麼這樣子呢 對啊 其實他否認的方式很奇怪 他是說這是叫做意圖使人不當選 奇怪了 現在民眾黨 又還沒有完全說確定要提名他 他也還沒有就是所謂的 真的成為一個候選人 他竟然出來的 就是對對方的反駁 是你意圖使我不當選 奇怪 那對於這個事實 到底有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你到底有沒有叫人家 叫說人家這樣子 去騙他的丈夫 去騙他的家人 然後以此人回到中國去之後 被鎖了三個月的鐵鏈 他完全隻字不提 完全不敢講 那這就讓人覺得更起疑鬥啦 再加上之前他被人家爆出來的 這許多跟中共直接千四萬里的關係 你現在不是你現在跑出來 在開個記者會 好像那個講得很 這是義正言詞 你就有辦法來洗白你自己這個過去 還有你自己做過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剛才大家看到了 所謂民進黨傳出來的 可能列入不分區的人選名單 當然因為這個都還沒有確認嘛 然後國民黨的民眾黨的 我們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 民進黨讓人家覺得煥然一新 眼睛一亮 覺得這也是一個可能的 這也是各界社會 各界的賢達代表 都可以進入民進黨的 部分區名單的討論範圍內 可是國民黨我們看到什麼 王金平韓國瑜 就是看到的是老面紅 那尤其韓國瑜 他以前當立委 也不是沒當過立委 也差點當到被罷免掉 你現在如果說要把他 放為部分區名單 當然可能可以吸引韓粉回來啦 吸引深藍的回來 但是總讓人家覺得說 你們換來換去就是那些人 不過我來插一下話 就是說民進黨提名的部分區 現在揭露出來之三個人 都是社會有貢獻的 至於國民黨揭露出來的 這個韓國瑜聽說動員能量非常非常大 可以讓侯友宜民調升好幾趴 如果動員能量這麼大 你就自己去選就好了 你幹嘛 對不對 王金平也是這樣子吧 那黃國昌更是應該去選吧 你上次也是選的 還當過時代力量的黨主席嘛 那黃珊珊在臺北市拿了那麼多票 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呢 所以大家其實網友現在是在問這個 這怎麼回應 所以民眾黨 你看他這些人排出來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你有看到任何核心價值嗎 這些人代表什麼 民眾黨他的價值是什麼 他的態度是什麼 我完全看不出來 他就是一個大雜會嘛 就是這裡他也拉一點 時代力量他要拉 以前綠營的這些也要拉 黃珊珊這樣子親民黨背景要拉 然後再來一個徐春瑩 就是中國的這樣的背景 非常紅筒的背景 他也要拉進來 結果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柯文哲 你到底這個選總統 你是為了什麼 你這個民眾黨到底代表 是什麼價值 完全看不出來啊 那其實大家之前一直在講說 其實柯文哲自己受專訪 都說中國要他選總統嘛 那大家其實明天在看柯文哲各式各樣的失言 對女性啦 對年輕人 對文族的人 對外籍配偶等等 他就不曾對於跟中國相關的事物失言 那這一次呢 他硬是這樣子 一直要挺這個徐春瑩 一直不願意說 好啊 那這個有爭議的人 我們就不要了 等等的 那其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徐春瑩背後 到底是什麼樣的勢力 讓柯文哲會對他這麼小心翼 讓柯文哲直到現在都還是採取一個魔人兩可 希望把徐春瑩送進立法院的態度 我覺得這還算是我們臺灣人 大家真的是很擔心 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我放論 這個徐春瑩爭議這麼大 看起來柯文哲是要跟他切割了 因為柯文哲他最近 他是海選來的我不認識 可是事實上他認識 事實上見過面啊 那現在講不認識 很多人說他是要切割了 很多網友說他要切割了 這時候國民黨還要跟他合 和解才談 好像總統不談沒關係 立委總是要合作 這樣危險危險 首先第一點 柯文哲亂講話又不是第一次了 對不對 大家都還記得上禮拜 他會講說他有吃廚餘啊 吃飯沒有剩廚餘什麼的 所以柯文哲講的話 我們後面要花很多時間去驗證 因為他講的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好再講回來 我覺得啦 但他有一個邏輯是對的 如果今天民眾黨提名徐春瑩出來 這個徐春瑩本來就有責任跟義務 接受全民的檢驗 包含接受我們每個節目這樣子討論 他發生過什麼事 他有爭議的事件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面對人民群眾說 到底這些事是真是假 誰是誰非 對不對 因為如果按徐春瑩 他自己的說法 他做了很多兩岸之間姐妹 或者是陸配的一些協助跟交流 他也可以大大方方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就是說你看我徐春瑩做了這麼多好事 怎麼你們政府都沒有幫忙 可以啊 人民自己會比較嘛 人民比較完之後就知道民眾黨這張選票 要不要投下去了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柯文哲 他故意講這種話 試圖拉開距離 試圖跟他保持一定空間 那就是要check it 我跟你講這就是他很故意的地方 他就會說你看他要自己負責 他就是個不負責任的黨主席 就這麼簡單 他因為這是他提名的本來就是柯文哲要負責 如果今天柯文哲就說徐春瑩提名 我個人掛保證一定挺他到底 好那我們就來評判嘛 對不對 可是不好意思 你今天講這種言論講這種話 就代表說你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黨主席 所以昆誠 方論說柯文哲不負責任 不過講實在話 現在柯文哲為什麼急著要跟他切割了 什麼所謂的海選來的 我不認識他 現在謝立功這些都證明 人家都去跟你認識的是你們民眾黨 什麼新住民委員會還當什麼重要幹部 你還不認識嗎 為什麼柯文哲又要說謊話呢 柯文哲是想切割 又不敢切割 切割的話 他又怕說中配的票位跑掉 但是不切割的話 徐春瑩的爭議實在是太大了 但是徐春瑩真的要講清楚 就是說到底現在你是不是還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看他在開計程會的說法 他應該還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他應該是承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對 那按照這個我們的這個立委 我們這邊有兩位都當過立委 立委要宣誓 宣誓的時候要怎麼講 於事已至成 要課尊憲法 效忠國家 請問一下 課尊憲法是課尊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效忠國家是效忠哪一個國家 要請徐春瑩講清楚 你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效忠中華民國 你是哪一部憲法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還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是你當立委的時候要宣誓的嘛 而且當初是先是由這個柯文哲講說 他徐春瑩如果當部分區立委 去國防外交如果有爭議 他可以去內政國防 表示柯文哲是把內定成是部分區委員了 而且按照這個民眾黨 他們是兩年換一次的話 他只要前十六名 如果他們安全名單有八席的話 前十六名都有機會進到這個立法院去嘛 對 他想要學那個兩年換一次的 以前臺連黨曾經做過 對 所以他前十六名 一個人做兩年 對 所以基本上前十六名都有機會進去 所以柯文哲的說法 應該是說徐春瑩 本來就是內定是他的這個部分區的名單了 那所以徐春瑩也說 對啊 因為當初民眾黨 早上來當什麼新住民委員會的主委 就是要內定成部分區的名單了 但是因為後來爭議系太大了 柯文哲又不敢切割 那只好說這個徐春瑩自己要去面對爭議 徐春瑩自己要把這個爭議講清楚 那好像要做一個切割 那其實不是 柯文哲你是民眾黨黨主席 大家都知道說海選是假的 最主要是你個人的意志要決定說 誰排名第一 誰排名第二 如果說徐春瑩 你認為說他是可以代表中配的話 那請說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具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按照國際法規定 這個我們要重置這個公職 就是不能具有雙重國籍嘛 領期應該就是有雙重國籍 所以才沒有嘛 所以如果具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話 絕對不能當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李慶安的雙重國籍事件 其實引起很大的一個 整個台灣的震撼 很震撼的 沒錯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看到他的哥哥李慶華 也因為涉及助理會貪污的問題 結果落跑到現在沒有回來 通緝到現在還在通緝 還有個新黨的高雄的市議員 因為他具有加拿大的雙重國籍 所以李慶安的事情出來以後 他一丟 跑到加拿大去再也不回來 為什麼會怕被起訴 我舉幾個例子讓大家來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在這裡來講我們看到了 整個徐春英跟民眾黨的這個關係 還有不分區現在各個政黨開始都要提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十一月二十號就是登記那一天的開始 所以一般來講應該是十一月初 就應該名單開始公佈讓大家來討論 因為不分區立委是我們要投票的公眾人物 他是立委 當然要讓我們來檢驗嘛 這很正常嘛 不過在檢驗之餘 大家看到 藍白河似乎問題一堆 這個時候耐清德他也開始出來 又開工了 所謂開工就是攻擊的攻 開始 所以大家要看看耐清德他講些什麼 看看相關報導 來到新竹縣盡總權力 吸引大批支持群眾 高喊通算 賴清德也活力全開 把應該保密的國防資料 涉嫌外洩出去 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 每個委員都應該要簽署保密協定 但這位國民黨的馬立委 卻悍然拒絕 左批馬文君 又打民眾黨 將忠佩石春英列入不分區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等到外界抨擊聲不斷時 柯文哲主席說 看他自己變不變得過去 意思是說如果變得過去 難不成就這樣繼續變下去嗎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 藍軍 大集結一起現身 南投縣總統暨立委聯合總部成立大會 全場焦點聚焦陷陷入疑似泄密案風波的立委馬文君 韓國瑜在創京劇號召支持者相提 讓馬文君變超級馬力 我們再來看相關的這些媒體大標題讓大家來了解 韓國瑜南投挺侯友宜 他說馬文君背全臺最大的黑鍋 進去出來了 他說我從廚房要帶一個鍋送給他 叫做全臺灣背黑鍋最大的立法委員 不過很多網友就問了 請問這個鍋是誰給他背的 沒有錯 也許你說你背最大黑鍋 請問這個背是你自己背上去了 馬文君你有沒有在秘密會議裡面操東西 有沒有在秘密會議裡面打電話 你有沒有提供資料給韓國 都是你自己背上去的啊 怪誰呢 網友就問啊 還有真的是黑鍋嗎 好像也不是吧 你是把臺灣放進這個鍋裡面 快要炸鍋了 所以大家在問的時候 探自己曾經被打成最大的賣國賊 韓國瑜南投開罵 這個王立強啊這蜘蛛八戒 他就罵王立強 因為在澳洲啊 他爆出相關的一些爆料 再來讓馬文君變成超級馬力 韓國瑜立挺 國防委員會是陽春面 真的嗎 韓國瑜直言哪有千軍萬馬 打一個弱女子 他也曾在國防委員會當過三屆立委 怎麼會不知道區域立委能影響的層面 就只是監督國防外交退伏啦 這就是陽春面 我跟你講韓國瑜要講錯話 這句話是講錯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國防委員會沒有外交 那時候國防委員跟外交委員是分開的 是現在單一選去兩票制以後 我們立委減半 所以國防外交才合成一個委員會 誤我啦 我是內行的啦 因為兩邊我都當過立委啦 所以我讓大家瞭解 所以韓國瑜這句話要講錯了 那時候的國防委員會 對不起 沒有管到外交 外交部跟僑委會合起來 是屬於外交委員會的範疇 跟國防委員會是分開的 馬英九轟民進黨說很桃花 立委不滿秀數據反駁 其實反嗆桃花 國民黨不遑多讓 要講可以列出一大堆一大堆 但是讓大家看 二零二四年選戰將進 選戰將進 前總統馬英九著批民進黨執政 缺氮缺電 他身為做過市長和總統的人 認為要做得這麼爛也不容易 對此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五日秀數據 質疑馬英九卸任時是臺灣最缺電的時候 任內更是讓臺灣再留子孫的元凶 所以因為稅收增加 我們整個國家的錢又增加 所以我們的分母增加 所以雖然債務下來以後 我們的總負債率是減少的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本來你勸一百萬 你的收入如果是一千萬 那你都是負債十分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收入是兩千萬 我們就剩五趴 剩下五趴而已 這樣懂嗎 所以馬英九在任的時候 我們全國的GDP是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 17兆 全國所有的生產毛 加起來17兆 你知道現在蔡英文當總統 現在我們全國生產毛 多少錢你知道嗎 23兆 所以從這裡來講 差太多了吧 妹妹 所以到底是誰人做得爛呢 怎麼看呢 那當然是馬英九做得爛啊 請問一下 我們民選總統以來 有誰創過9.2%支持度 那個人叫做馬英九 馬英九連任的時候 唯一的政績呢 我記得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我也會賣米酒 吃這個 第二個我會賣鳳梨酥 沒了 然後他執政的時候 不要說 各位我們現在股票多少點 一萬六七千點吧 對差不多 五六七 一萬五 五百 一萬六 一萬六 五千 六千 七千 在這裡 對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跌破八千點過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是二十二K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單單基本工資是多少 你告訴我 馬英九講的六三三 誰幫他實現 蔡英文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不要說什麼 我們的霍國神山 差點被愚公盈山啊 差點被紫光買啦 我們聯發課那時候 紫光要來買 然後我們的營業科技的機密 外洩最多的是什麼 就馬英九執政時代 他歡迎啊 門開開啊 然後呢 半分鐘誰幹的 引發大規模 太陽花學運 不就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嗎 你怎麼好意思來說 蔡英文呢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更神奇了 居然可以 馬文君啊 剛用狗你說以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分開嘛 對不對 那現在國防外交委員合起來嘛 韓國瑜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可以肯定告訴大家 那個時候國防委員跟外交委員會是兩個不一樣的委員會 那我告訴你 馬文君多厲害 國防外交委員會合起來 全部都用倒了 為什麼 好 這個呢 問外交部 來 我們那個助韓代表處 怎麼聯絡 然後呢 恐嚇我們的國防部 對不對 你把機密什麼都洩漏了 還不只打緊 你還什麼PHS 還在那邊抄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然後你把人家交給你的機密 那個錄音帶裡頭 很可能都是有剪接過 你就寄給助韓代表處 你果然國防外交委員都用了 然後這樣子的人可以醜化 我們甚至黃曙光出生入死 親自去試驗的 我們的國造潛艦 是馬英九時代絕對不會去做的 甚至阻擋賣潛艦給我們 結果我們現在造出來了 被你們污衊成是鐵光彩 他非常惡劣的是 明明臺灣必須要有潛艦 我們能夠發揮最好的戰備力量 結果為了合理化你馬文君 你洩密 你甚至出賣國家利益 然後把他打成說是鐵棺材 說是被案 而居然有韓國瑜這些人為他站台 各位有這樣的在野黨 有這樣的立法委員 我們需要敵人嗎 所以朗東 其實我有幾個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再看一下 馬英九抓蔡英文說做這麼爛不容易 反被網友罵翻了 馬英九根本就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人 馬英九的633都沒做到 有沒有跟你道歉 沒有 他說捐一半的薪水捐了沒有 一塊錢都沒有捐 結果他的633 哎呀 國民所得要超過三萬美金 請問誰幫他做到了 蔡英文 因為我們現在的整個GDP全國加起來是22兆 對不起已經二十三兆了 馬英九的時候只有十七兆 我讓大家了解 所以633哎呀 大家想一下 說經濟成長率要六趴 馬英九呢 保一不可得 連一趴都在那邊挨來挨去 結果蔡英文六趴做到了 再讓大家看 柯文哲高雄敗官地廟 參選至今他說都花不到五千萬 選總統不用花百億 選總統花百億只有國民黨吧 他是不是又在湊國民黨了 邱毅為柯文哲站臺 喊話黃傑說 我來高雄了 邱毅報柯文哲 郭台銘這兩三天會合 藍白才有機會合 講到邱毅 我想到 美美 你對邱毅有一點研究 你再來補充一下 我以前跟邱毅常常同臺 來 各位 我們的時光倒流 來看看邱毅什麼樣的人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號 他說什麼 柯文哲網軍是我見過最卑劣垃圾的一群 他下面還有話 他說什麼 知道 他的網軍像活在下水道 一窩聚集的老鼠 蛤 他把柯文哲罵成這樣子 他的網軍 他現在為什麼站在柯文哲旁邊 幫柯文哲講話 還有還有兩天後更精采的來了 又是彈天搓地 他的那個專屬的網頁 他說什麼 知道嗎 他說柯文哲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八年到中國賣葉克膜 仲介人體器官的事情已經視頻都有了 今天晚上的燒康戰情事就會出現了 然後呢說柯文哲呢 去對岸呢 每次都用什麼去跟台大說是去開會的民意 其實這涉嫌什麼 偽造文書啦 詐欺啦 貪污這些 不要講的這個貪污犯 然後柯文哲的網軍是最卑劣的老鼠 那柯文哲呢 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怎麼罵邱毅你知道嗎 其實那時候不是說 反正說國民黨可能提名他不分區嗎 消息曝光以後 國民黨精神不滿 不轉到新黨去嗎 柯文哲說這個活像是共產黨提名的 我就覺得這個非常好想 他罵邱毅是共產黨提名的 活像是共產黨提名的 可是可是用狗可怕這邊 二零一二年邱毅說 北京叫他出來選總統 然後現在一個他說 柯文哲說北京叫他選總統 對啊 柯文哲講 然後現在邱毅罵柯文哲的網軍 是像老鼠一樣的人 現在要湊在一起 然後邱毅說每天 每次他都會回來高雄 如果柯文哲在高雄開出高票 他要開服務處 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朗東怎麼來看 沒錯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的時候邱毅跑去告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說邱毅看起來很像是國裁辦 像共產黨提名的 後來隔年之後就不起訴嘛 現在柯文哲就跟邱毅在一起表示說 柯文哲也就是中國的選擇嘛 他也是共產黨提名的 所以才會跟邱毅兩個站在一起嘛 然後這個馬英九他好一直出來講話 他剛剛他那個時候上任的時候剛好我剛出社會不久啊 二十二黑政社我就深受其害啊 那時候一堆念社會科學的 甚至念法學的很多出來起心就是兩萬出頭 兩萬二兩萬三兩萬四 然後基本公司很長時間都沒有在漲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馬英九的爛韓國瑜最知道 韓國瑜在選總統的時候就說 臺大法律那麼多人當總統 然後都不會當總統 韓國瑜自己就嫌棄馬英九了 馬英九還好意思出來講 然後韓國瑜他還去說什麼 這個王立強 這個其實是假貨幹嘛的 其實王立強有講到說 中國借選的問題確實是有嘛 到幫韓國瑜參會這個會選 有七個臺商已經判刑三年兩個就定驗了 這個是很明確被抓到的一個案例 確實中國有去鼓吹這些臺商 讓他們去幫韓國瑜辦什麼參會會選嘛 然後這些臺商已經被關了 然後更包括說韓國瑜 他講說國防外交就像陽春麵 這個說法是完全不對的 陽春麵你不吃 你可以吃飯 你可以吃麵包 可是國防外交就是鹽 就是水 你沒有鹽跟水的話 我們國家根本沒辦法存在 我們人民沒辦法生存 所以他把他吃輕苗蛋 你說這個國防外交是小case 只是個陽春麵 在裡面都很清爽很乾淨 然後馬文君沒問題 這是完全忽略掉國防外交在保密上面 對國家的重要性 最後講侯友宜 侯友宜又說什麼 這個新北魏毒案都是假的 就是抹黑他 這個魏妖案現在是發回重啟調查 在新北地檢那邊的時候 一開始偵查有很多證據 沒有收集齊權 現在是發回去全新續查 所以這個案子 到底有沒有新北市府包庇 還不知道還在查 侯友宜還好意思拿這個出來講 我們看一下 朱立倫侯友宜扯柯文哲 答應過日本謀事要藍白盒 白營柯文哲的高層探說真是奇葩 藍營居然來應的 應上 這應上很難聽 如果在有一關刑法 兩百二十一條以後的話 那真的是很難聽 兩百二十一條是什麼 我懶得講 不過現場有兩位律師 這個以 我們怎麼講 強暴脅迫 藥劑催眠訴過他法 致死不能抗拒 而叉叉之處三年零上十年效期徒刑 當時是這樣子 兩百二十一條自己翻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結果怎麼講 朱立倫的電話 只是表示尊重 因為柯文哲只是表示尊重朱立倫的電話 還有把意願要帶回去研究 誰知道人家只是在考慮 你朱立倫就要硬篩 說等於接受 用喬的 喬不成就來硬的 侯友宜 該命循守了嗎 藍偉說國民黨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這一句話 誰講的 曾明忠講的 換句話講 國民黨是不是已經知道 藍白河破局了 藍白河不是重點 賴清德說 他們不是臺灣未來需要的領導者 這才是重點 所以昆臣要怎麼看 我覺得藍白河很難合起來了 因為現在雙方都已經各自在放話了 而且對於這一個 我網路上現在有在講 就是說現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裡面 只有賴清德確定要選總統 其他三個人都還沒有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選 你說郭台銘好像連署已經過關了 到底最後會不會選到你 不知道 那你說柯文哲跟侯友宜 到底是誰選正的 誰選副的 還不知道嘛 所以到現在為止 只有賴清德確定要選總統 其他三個人還不知道要選什麼 那如果其他三個人都不知道要選什麼的話 為什麼選民要去支持他們 這是一個笑話 另外就是說 現在藍白雙方 對於說這個什麼日本模式 這個什麼德國模式 各執一齒 那我相信當初朱立倫的確有用話術 來跟柯文哲講 有跟他講說 其實很多國民黨的小機 都希望你來站台 如果我們用秘密投票的話 你有機會的喔 你是有機會 很多國民黨的小機會 應該會投你啦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誘導誘導 那所以柯文才會想說 對啊 如果用秘密投票的話 他是有機會 因為可能很多國民黨立委候選 需要他站台 這種誘導在刑事訴訟法是違法的 誘導訓問 但是一個怨打一個怨哀 所以可能柯文哲覺得說 那日本模式有機會 所以他才回去說 還考慮一下 那所以柯文哲回去考慮一下 發現說不對 名單一拿出來 他們有六十九個 但是民眾黨才十一個 比比 投票可能會輸 所以後來又不答應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後來這個朱立倫才會說 本來你不是已經講好 還叫我去說服侯友宜 怎麼現在你又反悔了 表示當初柯文哲的確是有心動 用這個日本的模式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知道說很多國民黨的小機 現在是覺得說侯友宜大概沒有辦法 侯友宜拉不起來 所以需要柯文哲去站臺 在這種情況之下 雙方各有所需 柯文哲希望說 他能夠幫國民黨立委站臺 能夠幫他多一些拉總統票 那朱立倫覺得說 總統侯友宜沒有機會 但是至少讓他國民黨立委 的席次多一點 所以從這裡來講 鴻倫 柯文哲說 他參選到現在 參選到現在花五千萬 這樣 不過他講過很多 不過孫總統不用整百億 聽說孫總統 把他超級百億 也只有國民黨而已 他幫你修理國民黨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 他一直以來他的言論 其實都是不斷在刺激藍營的支持者 從過去講那個去SPA嘛 然後各種罵各種獎 然後我說老實話 我們每一天都會接到很多LINE 老伯伯自己寫LINE寫一大篇 你是說藍營的支持者 寫LINE跟我講什麼 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你有多少接到 都有接到啊 大約多少 我每天起碼三四者以上 而且是施LINE 不是在群組喔 不是在群組喔 對群組更多 因為群組有時候太多不看了 講真的啊這些東西 這些是基層藍營的聲音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其實他們也講 因為很多都臺北市民嘛 柯文哲這八年 在臺北市做的又不好 如果做的好 我們可以支持黃珊珊嘛 怎麼會是蔣萬安呢 對不對 好現在蔣萬安當選了 我們覺得我們出一口氣了 結果你國民黨要回去跟柯文哲合作 那我們之前在幹嘛 好再來一個重點 這一段時間柯文哲對於國民黨的批評有少嗎 他是怎麼羞辱國民黨 他以前說他怎麼樣 現在變來變去 他就是個變色龍 這都是基層民眾跟我講的 那既然有這些聲音 我認為啦 朱主席也好 或侯市長也好 真的要傾聽 直接走到基層 聽大家這些的意見 那你對柯 這個柯文哲罵你們說 你們藍營啊 有強的 你們用牆的耶 因為他用騙的 方如你都反應真好 那真的就是這樣嘛 一開始說要全民調 那我們提一個不同意見出來 中間聊一聊就說 好那我也接受 那個不同各種方式組合 突然又變回來 改來改去都是柯文哲 現在刑法兩百二十一條其實後來有修正嘛 因為他本來只是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數 說只有對於婦女 現在改為 改為對於男女 而且違反意願 所以我為什麼用這個來做比喻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兩百二十一條是什麼 大家自己上網 刑法二二一條 不過律師在這裡 欸 王宮的咧 靠人啊 所以雙方完全沒有任何合議的可能嘛 你看藍白各自說各自的話 一個說對方用硬的 一個說對方用騙的 那我覺得這整個就是一場大騙局嘛 就是說藍白從頭到尾 他們到底是為了要選總統 為了要帶領這個國家走向一個正確的方向 還是為了政治的利益分章 為了在這個過程之中重大自己 從柯文哲來講 你看就是很明顯嘛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實際上花多少啦 照他的許多的廣告等等 或許應該不可能不止五千萬 但是他確實是以極小的成本 在這一場藍白是否要合的大戲之中 取得了極大的政治利益 看現在天天打開新聞 每天都是藍白合 藍白要不要合 藍白拖這樣子 柯文哲他每天都創造一個話題 創造一個聲量 因為一開始說我就是一定會選到底 到後來我不見得能夠勝選 但我一定可以決定這個人選 到底最後是誰勝出 然後一下要合一下 不要合一下民調要怎樣 就每天都是他的新聞 所以他作為一個第三大黨的 這樣的一個主席 然後一個新興的政黨 在還沒有特別有這個地方組織的情況之下 他每天創造的這個聲量 創造的關注度 對他來講確實是非常的悔本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藍白大戲之中 國民黨也是自己百年大黨 卻無法站穩自己的根基 到底要合不合 從頭到尾 也是沒有辦法做出一個決定來 而且這個黨主席跟這個候選人 跟候選人總幹事之間各唱各的調 各說各的話 其實也真的是讓大家看破手腳 這麼多的新聞 每天這麼多鋪天蓋地的報導 可是我們都看不到他們任何理念的闡述 看不到他們對於兩岸立場到底是什麼樣的態度 看不到對於國際 我們要怎麼樣讓臺灣更在這樣 國際的世界舞臺上發光發熱 我們整天看到的是藍白之間 你要合我不合 你用硬的我用騙的 其實我覺得臺灣的選民也已經厭倦了啦 我們在選的是我們未來的總統 不是在選一個騙子或一個那叫強 怕王硬上攻的人 藍白和 蔡英文說不如耐清德的全民和 所以這蠻有意思的 不過到底怎麼一回事 白營高層探說真的奇葩 人家只是表示尊重跟意願帶回去研究 結果你就變成說他答應了來硬的 不過這個時候曾明宗說 侯友宜是不是該尋覆手了 因為他說國民黨要做最壞的打算 看起來國民黨他們的副手準備好了 可能就一番要兩瞪眼了 怎麼來看這些最近的這些 尤其看到包括邱毅 去站在柯文哲的旁邊 柯文哲當時跟邱毅是怎麼樣 現在變成這樣子 這怎麼一回事呢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 鄭民宗這樣的回應 真的是不好 為什麼跟柯文哲不要合作 就是最壞的打算 當然國民黨要做準備 而且我覺得以目前 你看這幾組候選人 大家認真去想 賴清德有沒有提政見 有 何友宜有提 何友宜還提不少政見 而且何友宜提出的政見 有些現在民黨也認為說 是可以被採納的 郭台銘當然也有提 當然郭台銘後來在忙連署的事情 大家認真想 柯文哲從他宣布參選到現在 他有提出一項說 他還是總統要做什麼 沒有呢 他每天跟國民黨搭一個水果 然後又找又跟郭台銘那個在 然後再再這樣如焦如漆再黏一下 就大家不知道說 那到底柯文哲這一次要來參選這一次的臺灣的一個總統 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我是覺得說以國民黨 他現在事實上國民黨只要把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國民黨只要民調起來 柯文哲民調掉下去 柯文哲就導航了 不過現在 現在就是麻花捲嘛 不過麻花捲又最近國民黨已經起來了 跟柯文哲有一點點 所以你看柯文哲最近講話 又有一點掉下去了 上禮拜很囂張 上禮拜把國民黨罵的時候什麼 還說你們爹這兩個字 說不屬國民黨是他的小孩 他把你們爹動作笑的 這都柯文哲說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這一次 就是敗在朱立倫 為什麼一直自己 是不是自己有的心魔 當一個黨主席 結果就沒有一個黨主席 應該要有的格調 整天只想要去巴著柯文哲 結果巴著柯文哲 還被柯文哲把他糗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國民黨到現在 真的這一場選戰 最大的麻煩就是朱立倫 國民黨 其實有人用這幾個字來形容他 就像當時三國時代 他說陪了夫人又責兵 大概就是國民黨最近的寫照 所以國民黨的基層 真的很火大 對啦 這剛剛方倫也提到了 不過要讓大家再來看 國民黨其實提名了幾個立委 真的是有問題 奈品於曾伯宇還有吳貞 絕地武士成軍 誓言鏟除藍營裡面的新北三流 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表示 新北不只汐子廖家 還有中和張慶忠家族 新店羅明財家族 分別是貪污太子 地皮小開及黑道少主等等 這說得實在很難聽 撿下去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尤其是這個廖先祥 那實在是我們這間房子 看起來有夠恐怖的 當然很漂亮的 這煮起來應該是蠻舒服的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來 他說他拆掉了 那我想問大家 這個停車場還沒有繼續在運作 有 虛晃一朝 眼人耳目 他說他已經把停車場的 違建拆掉的部分 就先把上面的棚架拆掉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旁邊的車子 其實還是實際在停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廖先祥 跟父親廖正良 被踢爆全租土地 非法經營停車場 還佔用國有地 幾天前他大動作派公拆掉 確定違規的部分 卻被道場勘察的 民進黨立委洪生汉 新北議員林炳佑和戴伟山 發現根本就是假動作 因為停車場的車子照停 費用也照收 道場勘察的交通部公路局 國土署新北城鄉局等等 也判定有部分違規的事實 而且還發現了廖家圈地收費 從中央到地方的土地 通通都沒放過 那即便是私有土地的部分 他目前為止也沒有得到任何公家部門的 同意允許核准經營停車場 停車場的營運是在非法的狀態 87個停車格 每個月平均收費2500塊 經營將近20年的時間 算起來可能是超過5000萬 如果不是因為廖家父子兩代都是議員 一般人有辦法這樣侵占 不是一個局促喔 是這麼多的局促 付清停車場超出租用範圍的構造物 都已經於上禮拜拆除 充支所有的車主領回費用 廖先祥承認 沒向地方政府申請提升廠證 但目前已經補送件 但廖家從豪宅到停車場 爭議不斷 他卻把副總統賴清德的老家 礦工工僚的狀況拖下水 還嗆聲自己已經拆掉違建 喊話賴清德不要漏氣 讓他很不滿 再多餘木粉朱的話語 也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事實 一間修建過的礦工工僚 適合利用特權違法侵占國有土地 所興建的龐大豪宅 是完全不一樣的 來看看相關報導 廖先祥家族違法莊園 將整棟拆除 現在開始在聽 整棟要聽 廖先祥自拆違建 喊話耐清德比照辦理 哇 跟耐清德拖下水 他下勢要對上勢嗎 不過其實大家看 直求對決嗎 藍小基當面問侯友宜說 耐清德違建要不要拆 可是問題是耐清德當時是這樣子嗎 廖先祥被控佔國有地蓋停車場 限期未改善至少罰三千元 你也差不多 一天就不收三千吧 新北市政府說 開罰廖先祥家族 未依 未依規定經營停車場 罰三千塊 不過我們要再來看 耐清德刺廖先祥你餘木混豬 翻修公寮與特權 蓋新的 全新的豪宅 完全不同啦 這兩間房子 廖先祥這間房子 要去耐清德 他們到那個工寮 我就蓋那幾百間 蓋那幾百間還不拿 還沒有看裝潢 耐清德那個公寮 那個後來翻修的房子 我跟大家報告 我進去過 我跟你說 樸素到你想不到的樸素 進去客廳 那個沙發是幾十年前 木頭的那種沙發 說是沙發其實還 說得難聽 還抬舉了這一套椅子 然後呢 一個他媽媽的遺照 還有他爸爸的遺照 因為我進去過我知道 我們再看 一間修建過的礦工工寮 和利用特權違法侵占國有土地的龐大豪宅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房子裡沒有任何特權 也不希望被當成特例來看待 這是他當時的公寮 廖先祥拆莊元 又批耐清德老家 耐清德的淨總說 為國有地豪宅開脫 為國有地豪宅來開脫 廖先祥根本是為了幫自己涉嫌侵占國有地 蓋豪宅莊園 濫墾山坡保育地 破壞水質保護區等爭議來開脫 偷換概念 賴清德已經多次曾經 老家都是年久失修 且礦區過去所適用的法律 與區域計畫法施行後並不相同 所以戴偉山主張地方有責 通盤處理礦工的住宅 新北市府說 相關法令歸中央管 又在卸責了嗎 所以昆仁 你做個新北市議員 怎麼來看 廖先祥父子的這一個違法的豪宅 是在汐止的這個山坡地 汐止的林墓地 然後蓋一個豪宅 高達八百坪 那現在大家都看到 那他除了這個 在林墓地蓋豪宅之外呢 他現在又佔有國有地開停車場 所以這是雙重的違法 那是從哪時候開始 二零這個一一年開始 因為不但違法 如果是占用國有地 還涉及確鑽罪 這個還是還有犯刑事犯罪 所以他是二零一一開始 二零一一那時候廖先祥的父親 是當住 當議員 他是當他的助理 不過因為如果二零一一 那新北市政府沒有處理的話 那因為確鑽罪的追溯權是十年 變成二零二一追溯權完成 哎唷 新北市政府當時沒有辦 竟然讓他開脫了 有人檢舉 事情大條 有人檢舉 但是新北市政府都沒有處理 那為什麼 因為宜宋監察院 因為廖先祥的父親當時候是議員 廖先祥後來在這個二零一八年之後 也當選了市議員 所以說這個違建十二年 都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在廖先祥父子當議員的時候 在那邊弄的 追溯權時效是十年 因為這個切戰罪 我們法律規定 他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他的追溯權是十年 十年以後就不能再追溯了 那少少只剩下行政的問題 跟民法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講 新北市政府從朱立倫時代 一直沒有處理到 侯友宜時代都沒有處理 竟然讓追溯權時效 經過完成 這是很大的失職 當然那時候廖先祥父子 都是當議員 那是不是當議員 有壓力 讓公務員不敢來處理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很明顯 來來來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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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這是我們年輕的律師 其實他也律師當很久了 他還有美國律師的資格 來評論一下廖先祥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扯上加扯 真是明知違法 他現在先把自己 跟這個賴清德相比 這能相比嗎 他是竊佔國有地 來蓋他的豪宅 而且裡面有一些是 比較地質敏敏感的地區 那這是罪證確鑿 然後還把他賴到說 沒有我這是繼承違建 之前不是說什麼 是他阿公的 後來被人家發現 你家的那個什麼風水池上面 大大寫的建國一百年 一百年的時候蓋的 你現在說是你阿公的 然後現在就把他就是自己 在要拆的時候 還在扯東扯西 扯得好像自己一乾二淨 好像自己是清白的 我覺得這個廖先祥他這一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說 你一個新北市議員 昆臣也是當過新北市議員 怎麼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土霸王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市議員 讓人家覺得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你一個市議員 結果你這個占地為王以外 你明知新北市議員 你是立法者 然後你明知犯法事情 你去做 做了之後 被踢爆之後 你還在那裡狡辯 然後呢 好不容易就是終於願意稍微承認一下錯誤之後 還要拖別人下水 所以這一連串的事情 不用說立法員不適任 連新北市議員 你這樣濫用權力 濫用自己這樣職責的一個人 根本就完全不適合 不過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律師 我們的異宇 這個提出來的 不只是廖先祥 還有所謂的新北三流 這怎麼一回事 我想不管從廖先祥 或者是現在有提出中和張慶忠家族 或者是新店羅民財家族的一個土地 他們都要選立委 對 這三個都是在選立委 可以表示說這三個人 未來當選立委後 是可以擁有這樣的一個權勢 那當然他們要收到高 高度的一個檢驗 那以廖先祥他的例子 從剛剛佩芬所講的 他事實上涉及的是 他在區域計畫法 以及說相關的建築法規 都已經都已經公佈之後的才開始去建的 區域計畫法 對 包括現在的國土計畫法都已經實施了 我們現在在認定這個違建都會去看說 他是不是這個叫寄存違建 或者是他後來新違建 那新違建當然就是要採除 那寄存違建的表情是說 他在區域計畫法規定之前 所以在很多建築的相關的 包括建築率 容積率 或者是他可以興建的 這個建築線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法律都還沒有規定之前 他就已經長在那邊 而且那個時候區域計畫法 還沒有實施之前 那蓋那個房子也沒有收容積率什麼都沒有規定 那時候就沒有規定 都沒有規定 你蓋就蓋了 所以那個 而且那個是幾十年的舊房子 他是因為已經破爛不堪 所以不好住都會漏雨 沒錯 翻修 而且翻修成很樸素的 翻修之後也都在區域計畫法前面 所以他最重點 他還是要時間點來認定這件事情 所以廖先祥的狀況就是他已經在法律已經整個很清澈 你在這個地方保育地 你本來就不能興建這樣的一個房子 結果你去興建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新的違建 新的違建就是拆除 我想這沒什麼好談的 就他硬要扯到自己是很賣清德的感覺 你拆除就拆除 人家還是會說 哎呀 這個總是做錯事 有彌補 人家總是會這樣 可是你去硬扯耐清德 這個就有一點 說要不聽說在頭到齊頭 綠綠綠綠綠 所以也翻倫 所以看到廖先祥的這件事情 他現在當然自己在拆 而且看起來他是要把整棟拆掉 那人家講說還有三流 周楚除三害 除了一樣還有兩害 其實我會覺得廖先祥起碼做了一個正確的事情 是什麼 不管他這個是什麼 他父輩怎麼樣的壓力 現在這個事情最正確的 確認是有問題的 確認是有不管是這個違建 或者是侵占到國有敵的部分 立刻處理 馬上認錯 沒有什麼好喊扣的 我覺得就這麼簡單 所以當然有一些其他的候選人去提說 什麼中和也有 新北很多家族地方都有類似的問題 我認為只要這些想要參選政治人物 或者是現任的那些議員也好 不論藍綠白 本來就有責任你要當公眾人物最好的示範 你本來就要做乾淨啊 如果你有違建該拆就拆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廖先祥最做最對的事情 就是他趕快拆 接下來先不要去扯東扯西 先去面對自己 我們自己的產業 我們自己家裡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這種東西 會被民眾檢討 老闆 美美 所以看起來人家講新北三流 有一流是自己在拆 那其他怎麼看 還有去扯到那一種礦工的工僚 那一整排都是以前在那個礦工的 那一些他們在居住的 那當時的工僚 對 去扯這個幹什麼呢 我必須要講 你廖先祥你拆了就拆了 那你硬要去扯賴清德 其實是會 會讓大家是有一些憤怒 你知道嗎 因為他拆 其實大家本來想給他說 你做對的時候 你去扯這個 反而拆了 說他太天了 說他一天最後彌補的這個功 要怎麼說彌補的這個功勞 也好 什麼也好 反而被整個的消耗殆盡 大家會想嘛 你拆不得已嘛 你剛開始你是在狡辯啊 你說他你要要去申請他程序合法 好像要補證對不對 後來推到說是你阿公阿嬤是來去的 拜託好不好 去的時候 你做你老爸做你啦 你有沒有助紂為虐 我問你嘛 你這個是已經倒不得已 可是你扯賴清德 其實我一直很記得 賴清德造勢的那一幕 他講到要哽咽了 眼眶都紅了 他說我是風太天 整個簽片全都被毀 我們這樣去聖 你知道那種艱困的年代 在那個時候他是公寮耶 那時候沒有區域劃分法耶 他爸爸住在這個公寮 他們要去撿屋頂耶 後來在礦工 因為災變的時候 他爸爸在礦工就因為這樣子而去世 對 那個時候的新聞報導都很清楚的把他爸爸的名字 他因為礦區的災變而去世 那時候奈清德兩歲 而且好多都兩歲 連地址都寫出來就是這個地方 那是幾年前耶 那個是告訴大家六十三年前 六十三年前 而且好多罹難者都姓賴 我都懷疑是不是親屬 都是親屬 沒錯 對 那你說那是一個多麼悲傷的故事 那他是兩歲就失去爸爸 風太天要去撿房子賣定 跟你廖家八百坪的豪宅 你可以拿來沾沾自己說我猜了賴清德你呢 你不覺得這個是非常殘忍的一件事情 連做最後要彌補的時候 都去扯這個 把最後彌補的這個可能可以得到的credit 反而又損失殆盡 廖先祥認真說 我覺得沒聰明 不過另外周楚除山 那現在有一害自己除了 那還有兩害呢 郎東 其實他連那一害都沒有除 廖先祥不敢動那兩個水池 他拆自己的那個別墅 其實是比較小的事情 那兩個水池 當初在挖的時候 水土就被破壞 他現在為什麼不敢把他填平 他把他填下去 那些土石油就流下去 所以他現在不敢動那個水池 還有那個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只佔用國有利 也是有刑責 你看新北市政府多荒謬 他今年初的這個時候 還發了新聞稿說 如果有產生水土流失 在開發之後 要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刑責 還說什麼呢 這衛星影像三六五天 全年無休 取締無價期 他新聞稿這樣寫 結果遇到這個事情 他說什麼 新北市政府遇到廖天祥就說 因為中央有禁止 這個使用中國的空拍機 所以拆除隊是沒有空拍機巡查 這會很荒謬 榮委會絕對有 對啊 榮委會空拍圖都有 這你比較有記憶 內政部也有空拍圖 你可以用空拍圖跟中央拿 你可以去買台灣做的空拍機 然後你在醫院的時候說到說 你會認真去查 而且還講到說五年以下刑責 因為他影響這個鼠石流嘛 結果他在現場裝沒事 那我們就問了 他現在把這兩件事比在一起 賴副總統他做了這個工療 你給大家免費去住 大家都不想住 那麼簡陋 漏水怎麼辦 可是你用現場他們家 是豪宅還是Villa 你想住都住不到 你住到這個等級的房子 一個晚上一兩萬了 而且...